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今天来到民进讲这些 大家看到格局又不同一点 因为第一 会长跟我请假 因为他搞展览忙到分身不下 当然我知道他经常被我抢了风头 他觉得自己有时坐在旁边 我知道我其实对不起有会长 我会改善的了 好了 今天大家看到坐中间C位 B位ABC就是我的老友 我们的编剧同行之心的影评人 人兼编剧林几涛 不敢当的 先带个招呼 我以下范上的 坐中间C位 好了 几涛旁边的 这个跟我的渊源更深 他是我的浸会同班同学 他读到毕业的 我没有毕业 他出来行走江湖 大家都认识他叫做大木 刘大木 他真名叫刘明德 刘明德 爆他了 找他两个的原因 因为他们两个 都很早就开始跟徐克打工 由徐克未成立电影工作室之前 初初不是打工 初初是做劳工 做劳工 写剧本 做research 他们两位 到今时今日都是老徐 呼之则来 揮之则去 他去北京的 得力助手 所以我就找他们两个 就是我们细雪重头 徐克 我相信 徐克的电影在我们的香港 近些三十年 是最重要作品 由新浪朝七九年去的蝶变 一直到这两年 仍然在大陆合拍片 没停过 他今年都已经七十二岁 是 老多烈狀 他绝点不记得自己的信 我知道 我特意找他的权 大佬 1951年出生 好了 我想大牧先说 你和徐克的渊源是什么时候呢 其实就是我一毕业 在电影节写了一篇文 他讲武俠片 他打电话给我 就约我 说有没有兴趣跟他 就是开一套武俠片 那套武俠片是什么 就是 开头就叫做 首臣记 后来就改了叫做 淑山 就是 一毕业 其实都没找工作 就已经他找了我 老神子 我最记得 那时候 为什么他要拍淑山 就是因为周文怀 那时候想找他拍电影 老徐 他告诉我 一时想不到想拍什么 就 调大一点 就说拍淑山 其实他都可能没看过 只要是看过这本 刚一邦年 刚刚出的 就是毅康 将淑山建筑转 龙宿 就变成了紫青双剑陆 因为淑山太大 太多 太长了 第一集就说李英勤 我听闻 黎康的太太 告诉我 最辛苦就是 做这本 不是写 他是将什么 将那些 熟山 买两套 玩笑纸 是的 的那么大一粒字 剪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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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里黏了 黏了很久 写都没那么辛苦 就做了这两套 做了这套紫青双剑 就容易消化一点 我拿着这几本 就去 施南山家和徐克 展开这个 开始第一个 熟山的世界 开始 但是他的意 他叫我做 开头 因为我刚不业 叫我做research research 就是找一些资料 因为他都知道 我喜欢看武俠的资料 找武俠的资料 他说 签约就是 胡天蓝帮我签约 因为当时那间公司是 专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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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家和的主公司 专讯是哪几个 专讯 有岑剑灰 专讯是有狀版神探 电子龟 陈瑶剑 应该就是 有一个女人 刘亮华 对 对 刘亮华的根本是 熟山的根本 熟山小弟也有少少参与 因为熟山的编剧是叫什么名字 很多个 最后叫做水中月 水中月就是不具体的 没有一个人处名 因为听说全香港那时候 叫做活跃些 不要说好些 因为我那时候不是一个好编剧 活跃些的编剧都有份写过一稿 小弟就是其中一个 还有谁写过 你应该知道 真正写过 其实搞了很久 我一去埋葬 其实我都知道 没有可能两个月做这个工作 后来一个月后 我就说 看你情形 可能要给月薪 我没有给个孙心 你真是聪明 你也知道江湖传闻 真的很久 真的很久 我们只是想想 起码过一年 每天晚上 每个月都是晚上有空 晚上才有空 去嘉和片厂 一进去 库山道 右边还是左边 右边 右边 左边是会计部 右边是会计部 右边是会计部 有陈景芬 陈英健 陈英健 陈黑 加上我 本来只有四个 后来有 Rudolf的助导 叫做赵石强 Rudolf 是 没错 好 做一做 度了回 resil 门 现在生活很浪漫 大家在lr gig 每天聊天 当然讲了其他电影 随刻就讲其他电影 然后唱歌 唱歌 先学广连舞后片的歌 我们每晚都是录音的 因为我做负责录音 最重要的环节是什么呢 就是去宵夜 去夜场 夜场你太乖了 不是夜场 我们不是夜场 我们一定是去那些好吃的夜店 日本那些 水车屋 很多食物 每晚都吃东西 生活很浪漫 然后 认识到这么差 都是认识不了 好像没有一个主题 于是我们找到 徐克找到 就是当年 刚好流行结构主义虎鹤的 梁龙江 梁龙江 当年雜确说 天下第一才子 梁龙江 梁龙江 真的有步骤 梁龙江 真的有步骤 画了一些线 有张纸来到 因为那时候没有power point 画了 终于搞了一轮 就说到一样 point 就是 first idea 就是说 我们要拍一套 这套十三体 青春武俠片 所以 有一条线 他每次说 我们都 好像学生 在听着 所以就有 元彪 有 孟海 有 李赛 是的 青春 所以 不要淘汰 《华与瑞秋》 是 我们就要找一些 年轻人 当然我都要 我做research 连 李赛鸿的角色都要我去找 他们就联络了一些 高级的 什么芭蕾舞学校 就是泰智道那些 就叫我去 王仁曼那些 是的 那类 好像是蒙妹 蒙妹 蒙妹 应该是蒙妹 不是 不是很清晰 其实都找到几个 但是那些各个都有钱 不愿意拍戏 有些人说 我过两个月就去外国读师 终于就找不到 我们讲熟山 因为太重要这套戏 熟山有个场面 十几条威亚飞上 这个当时是控动的 这个你是不是在场 我其实 现场有时去有时不去 那场 林青霞 郑少秋 林青霞 郑少秋那个站 我是早期开场去 早期拍的时候去 因为那时候 警卫心严 因为不想流出 那些造型 衣服 有警卫的 但我当然是自出自入 可以 这样看得好 你总用人话 但开头 其实我最见的都是美子 美子含含不含不含 美子是谁 很多代 很多代 美子就是我最记忆 Oliver 王 王 王毅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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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liver 王毅敏 王毅敏 发生一件 写完就不理 毅敏 毅敏 毅康的方式是这样的 那时我记得是三万 那个年代三万 一次过 聊天是聊两次 我们就在酒店聊了两次 第一次就很客气 大家聊聊 毅康也很记性 写下一些东西 回家写稿 因为再隔多了 见第二次 怎料第二次 就是这个 街话的一时 就是 不能跟你们玩 不是这样 他说一下 当时我们想过 可能找狄明兄的角色 找成龙做 可能就要改一改 他突然就 说 嗯 就是这样 改什么 之类的 就一声 就走了 没有票 没有票 票就收了 只有我 和史美义 和徐克三个人 坐在 餐厅 史美义 后来经常做 末代皇帝 和溥仪的造成 就是史美义 史美义 是 徐克的同学 中学 中学的同学 哎呀 你说的东西 大家都很喜欢听 很精彩 今天 我们熟生 未完 我们先要讲 阿几涂 是 你就讲了 和徐克的渊源 阿几涂你和徐克的渊源又是怎样的呢 再早点了 再早到蝶变时代 亦都已经认识他们了 因为徐克本身也是电影文化中心 他是搞手之一 是 他就去 有个导演工作室 是 他拍完《蝶变》之后 就回来 他就立刻入电视台 拍《合道风流》 李的 麦当雄 痴男生找他 是的 与此同时 他很想拍《卡通》片 他找到香港的 Rudolph、赵石强、李公毕业 本身也有些美术底 另外是张文干 Derek 是的 就是《梦过界》 《梦过界》 我有份 仙人掌 是的 没错 你那时候都已经出了 他拍《MV》的 拍《怪你过分美丽》就是他拍的 很多《黎明》的 张国荣那些 那时候 他已经在那里 就说 找搞《卡通》 去搞香港的第一部《卡通》 有黄思玛的 想法 黄思玛的父子 即是黄思玛的父子 是的 他说了很多东西 刚刚在1979年 入了TVB 做《美术部》做《卡通》 他也说 Lanson的家里 都是在《广播道》那里 每天晚上都去他的家开会 很忙啊 随刻又慢慢要和我留大目 支持又慢慢和你们开会 之后更离谱的 他是不睡觉的 是 即是 说他那个 怎么猜呢 这间电视 有一宗 很出名的 9天没睡觉 喂 那些人经常说 跟随刻 他不睡觉 不放吃饭 但很多现场 可能一路就说 其实他带了默昭去睡觉 我不知道 是你们不准睡觉 是你们这些工作人员 不准睡觉 并且熟生现场试过 睁眼睡觉 不准睡觉 中落在露室里 幸好有个小孩 这些详细就说了一些 他睡不睡觉 我们已经贴身了 我们是做异犬 这些叫异犬 这个《卡通》 后来他最后拍了小线 在台湾 对不对 最重要是 他在《广播》 他也说 在《广播》 他也想拍《卡通》 他说卡通就更加尽致 不过他那时就觉得没难力 他那时就在想 《卡通》的时候 最关键他做了之后 画得到东西 后来就是 我们都知道 徐克最喜欢自己画图 很漂亮的 他说那些东西是正得飞行的 我差不多是 81年底的时候 其实现在还未知道是谁 我初初一直都以为是徐克 不是徐克就是Lanson 就介绍我去新艺城 就叫我去画storyboard 去画storyboard 做那个《小新啪啪》 如果你有看《小新啪啪》 里面那些 鬼呀 那些鬼 那些全部的storyboard 是我画的 即是王清 王清 即是张大为王清 谭永伦 和曾志偉 我和你抹脸 抹脸的那些 都是我做design的 因为那时候他已经想着香港电影有得搞 而且他最主要是觉得搞起来最好爱国人 都看得到的 那时候我去做《小新啪啪》是飞拉斯的东西 我问当时 有没有又好像大木那样 都是要出月薪的 我又不用问 他一出来的时候他还可以 出月薪了 他那时候又不是月薪了 因为他觉得你得了 是不胖的 因为生活要求低 当然不是 我说明真 还有一个现在我未解的迷 因为去到那里 冯永做制片 其实盧玉盈小姐 刚刚上个礼拜 都一定会说盧玉盈 他们都说 几图 你知不知道 是谁介绍你来的 申玉盈小姐 是否老徐是什么 不是 那就是Lanson 都不是 那是谁 我说我不懂 我不会告诉你 现在知道了吗 然后隔了月干年之后 我又问凤领 问他那时候说是谁 那时候是飞机得的 就是你一直找不到你 是无头功案 我问老徐 老徐说不是我介绍的 但是我知道是谁 我说不告诉你 我就真的不明白 总之不理 因为那个 基本上我第一个 那个入行人最有趣的是 应该随刻他有帮忙搞那个 但是又不关他事 而我就是我的那个叫入电影行的第一个 那时候新艺成的七人小组 他们那个团结精神 有谁都互相帮拖 最佳拍的 智慧 其实智慧是拍部份的 谁打人就去拍的 那时候新艺成的精神 刚才我们看王八明回忆路 看听Nanson他们经常都是这样的 而且那时候真的学到东西 因为我画的storyboard关键 他里面有几个敬人 其中一个就是 帮他做特技化妆的 就是Tom Seminney 就是做living dead的 那个专重做丧丝特技的那个头 那个头他身后还做做导演 新艺成人请了他过来 我说storyboard 所以刘一帆做的鬼那个就是我设计的 那个鬼都说 This is a Chinese ghost 好有趣的 个人 我们就讲随刻 由蝶变去到新艺成时代 中间就有熟山 那时候其实我们都在研究 这个80年代的香港电影圈 其实是很和谐的 就是随刻又可以打家和工 又可以在新艺成拍戏 熊金宝又可以跟德宝开公司 就是那时候不会竞争到那么厉害的 互相帮助 蝶变之后随刻有两部戏 一部叫地獄无门 一部叫做第一部营毅 是地獄无门之前的 蝶变之后地獄无门 就是第一类危险 又知道鬼魔之多星 对了 生日成鬼魔之多星 我爱夜来乡 开展了 然后就是熟山 好了 那个地獄无门和第一类危险 因为阿阿星配应该是第一类危险 地獄无门的尾 就已经开始了 那时候你们怎样看随刻呢 电视台已经是一个 我们当时的电影电视圈 个个都可以说 哇 阿随刻金刀情是不是很厉害 合道风流很厉害 随刻是一个很厉害 天马行空 好像他是开拓新世纪 是否那时候的感觉是这样 很明显的 而且在那个地獄无门 他在尾那个剪接的时候 我也有幸去到他那个剪接 就看到他 也不方便说了 他的老婆 大家还在那时候 那时候我们跟Lanson也很熟 Lanson不是原底的老婆 不是 其实他们很成熟 最后的那个关系 最后分手 都很成熟 因为这个 未必一定要一世做夫妻 但可以一世做拍档 他的原配是同学 读书时认识 这些不说了 不 我就想 因为太丰富了 所以 捉住你们两个 我们要专题性地说 好 徐克那时候生日成七人小组 但是徐克的电影工作室 其实创业作叫上海之夜 对不对 上海之夜你两位 那时候是什么角色 我有画特技的 你不是写剧本的时候 是画面的 我是后辈的 画图画得不够人工洗 所以做剧 我是差不多八九年 开始做剧本 那时候 一会儿他就会说 就是那个意念小组 我和他 以及我叫关闻良 是八九年 就是笑慕江湖的那个剧本 哦 那些同学 那些同学 因为他 阮继志呢 阮继志什么时候进入 阮继志基本上是《善女幽云》 第一集 就是他做的 是 阮继志就是跟张国明 跟着在麦当虹那里打工 跟着 哇 真是羡慕成 我们无端的拿着个金马 金马像的最佳编剧 都是同胚出身 智我我都很熟 有机会都找到 其实多马棧 他也有份的 是吧 好了 上海之夜 那时 新艺成好地地 电影工作室 令到徐克的自由度 更大 更大 是 这个最关键 好 更为我们香港影迷 智能下到就是 吴宇心的英雄本身是徐克监制 他们两个人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当时是可以的 当时是可以的 要拍什么都可以的 是呀 那时还是工作室的出品室 都是工作室 然后就躺过去 英雄本身 吴宇心 我们都记得经典对白 三年了 我等了三年回来 要马克那个对白 就是他去台湾 勾了三年 我信了三年 我等一个机会 撑回后会 不是要证明告诉别人我 喂 只是想告诉别人 我不知道这个东西 我想自己拿回 是吧 当时你们怎样见证 有点 随刻吴宇心的关系 有点 因为他去到他拍完 《女皇物灵打号》 都已经在工作室里面 不是 在那个新艺城那里 他就已经都很好碰了 那时 《善女幽魂》 和《英雄本色》 最关键 这两部戏 一个叫做英雄传气片 另一个叫古装片 《飞来飞去》 在那时 是很麻烦的 因为价钱太贵 他就很怂慵开 所以那时 一个是石天做监制 一个是什么呢 就弄了出来 是成功了 他们三个老板三条线 石老板在第三集 第二集石老板立刻 喂我做主角 我告诉你 他开始那时 这两部戏 其实是他们公映之前 被歌窿侮辱的 而这部戏就在香港上 尤其是《英雄本色》 《英雄本色》也是 《善女幽魂》也是 因为英雄本色 是他 《善女幽魂》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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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本是 找郑浩南 《善女幽魂》也是 《善女幽魂》也是 但是他在台湾 他不是很高兴的 屈屈不得知 有很多事情 在做那里 就不能够得心应手 后来 老赤也是打电话对角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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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那里整 他应该那个 他是 吴义琛 那时真的很闷 每天都打电话 和聊聊天 说起来 他说 不如不要回来 所以《英雄本色》 就是这样来开始 《善女幽魂》 最关键 因为他手上有个叫做程小冬 是的 程小冬我们相识于微视 是的 他很得理你 那时他经常触我的 是吧 程小冬很难事后的 我们想过这个故事之后 他就问了 是不是老徐批了先 他就跟着 因为小冬是不做判断的 永远不会说 这个剧本就收货 永远不会 我们就算生死缺 他那个简单一点 《善女幽魂》是否生死缺阵 他最重要的是 当他拍完之后 其实他两个都不敢体验的场 是 因为一部电影 overbudget也很重要 因为由梳头 又那些古装的budget 我们都说过的 《善女幽魂》是靠后劲的 我们说海报 头两个 头一个礼拜都 不行的 因为是大家的后悲传出 才成为一个风潮 英雄本身就早过去 所以这是86年生艺成 或者我们香港电影界最重要的两部作品 好了 我们已经说了20多分钟 太精彩了 所以我们要休息一下 先喝一杯水 回来 我就想进入 东方不败 笑傲江湖的武俠世界 人间渡那堆 人间渡那堆 贴马奴 贴马奴 我们休息一下 大家记住 我们这几集 《随黑的世界》 有林己涛 有刘大牧 如果喜欢的 订阅 Share 给like 看广告 留言 好吗 我们暂时停一停 下一集再见